大家好我是阿天 有沒有看到這個魚骨頭啊 這個如果說玩很多手遊的話 對這一個開頭這間公司的logo應該不陌生喔 沒有錯這就是放置騎兵的公司出的新的遊戲 神域騎兵遠征喔 你看這名字取得多好 神域我也有在玩 遠征我也有在玩 那這款遊戲的話它是回合制的放置型英雄手遊 那我會持續的玩下去 所以說到時候呢 等到玩到可以見公會的時候呢 我會見個公會 然後一樣我會見一個賴群這樣子 我可能不會再擺到這個神域群去 不然太吵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個預約福利 預約達成可以領取死屍英雄 然後希爾維亞跟這個沒有 那等一下我會跟大家說明一下遊戲的機制 跟一些前期比較需要練的角色 那另外呢登錄使用這個兌換碼 SYQB666 不是什麼VIP666 那可以獲得一些基本的獎勵 好那我們就直接來看一下吧 現在的話呢 一開服就直接有三個伺服器喔 那我就去 其實三個伺服器應該都可以吧 那我們要去哪一個呢 我們就去TOP1好了 因為我覺得公會的話應該是不限伺服器吧 1、2、3選哪一個呢 算了我怕1可能會人太多 我們選3好了 好不好 伺服器3好了 好 那進入之後呢 是不是有一個開場的動畫 哎唷 好 生命女神創造了神域大陸上的一切 在女神消失後 神域原石 維持著世界的法則 讓而 渴望惠悟的雷亭領主 企圖統治神域大陸 某一天 他前日已經 准备了最遠的原石 進入一世 原石的地獄不全 他耗盡情緒厚 進入一平凌处放進在原石內 隨後一千年 人們過著幸福平靜的生活 壞蛋 這真是表象 人們發現了 在別地下 藏出不穷的寶藏 於是 來自各地的英雄們 當然 也包括我 是此集結起來 祝福我打敗對手 終於 我進入了一鏡 就站在寶藏前 等等 他們是誰 有什麼東西在發光 嘿 你們別想搶走奧古斯特的 寶石 啊啊啊啊 好 那這個就是遊戲的開頭 然後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有一個家人的系統 那 OK 那這邊我們就跳過吧 收到召喚而來的冒險家 好 我們先走一下這個 這個新手流程 這是第一章 主線進度第一章 每一個章節會有一段小故事 到了後面應該不會有了吧 好 我們可以直接用點了 時間緊迫 我們得立刻 好 戰鬥 好 這是回合制的 那他的遊戲有五個屬性 這個綠 藍 怎麼講 綠藍紅 然後光暗 這個 怎麼講 自然 然後 冰火 然後光跟暗 好 一開始可以兩倍數喔 當英雄能量滿時 我現在目前有在玩的放置 那個回合制遊戲就是 那個放置英雄 那個 Eureka了 好 繼續挑戰 我現在在前面的英雄 會承受更大的傷害 交換我和康妮位置 讓我來保護大家 好 鎖鏈康妮喔 然後這個到了 過了第四章之後呢 可以開啟 直接跳過 當然這個 課金的VIP也會有 但是沒有課金也沒關係 慢慢玩之後呢 這一些 這種 方便遊戲進行的 這些特權 你就會慢慢開啟 好 玩家角色 玩家等級提升了 好 召喚英雄的話 是在家園這個地方 有一個這個星象儀 好進去這個地方 那他有跟普通召喚 跟這個高級召喚 一樣 那普通召喚的話呢 8小時會有一次免費的 那高級召喚的話 是24小時 就是一天有一次免費的 這個這個機會 好這樣子 那其實普通召喚也很重要 因為這款遊戲 非常的 中這個肥料 好為什麼中肥料呢 到時候會說明 好一開始呢 這個這邊就是 會送你這個 怎麼講呢 也不用刷手抽啦 因為這個手抽就是固定的 就是這個法師 好這樣五隻角色我們都有了 那這樣子看起來的話呢 開場的話是 能量是一半 然後這個 第一回合打 打第一次普攻之後呢 能量就會滿 所以說第二回合就會發 發這個大招 這一個的 這一個的這個 這個回合順序的話 我覺得跟放陣營雄 Eureka是有點類似喔 所以他的大招是在 第二次 第二次會 會釋放出來 應該說第二回合 那另外呢 回合制的遊戲 就很重這個速度了 因為那個速度就會影響 誰先出手嗎 好這邊什麼東西 陣營客製 陣營客製增加25%的傷害 然後被客製會減少25%的傷害值喔 那像劍營遠征的話呢 他就只有客製會增加傷害 但是被客製並不會減少傷害 但這款遊戲的話 除了客製提升傷害之外呢 被客製也會減少傷害 也就是說 譬如說這個火打 火打 火打 這個自然 會增加25%傷害 但是自然打火 就會減少25%傷害 所以這邊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光暗的話就 陣營相同解釋 光暗不一樣喔 光暗是陣營相同 也就是說光打光 減25% 然後光打暗增加25% 所以說這個是 這個是用這樣的方式來看喔 所以如果說 Boss是光的話 你都上光的話 你確實是可以減少25%傷害 但是你打他也會 也會減少25%傷害 這個樣子 可能變成是說打比較難一點的隊伍 續航力高一點 這個先活下來再說 點擊英雄 切換陣營 這是這款遊戲的比較不一樣的東西喔 我們來看 英雄這個地方 他一隻英雄有不同的屬性 那不同的屬性只是影響陣營嗎 不只喔 他影響的還有技能 也就是說呢 一隻角色呢 怎麼講 你獲得一隻角色 然後呢 他會有 他會有多個陣營 那目前我看到的是說 剛剛可以看到嗎 三系 這個火 自然 跟冰 這三系有這個 互合的關係 那一隻角色呢 如果說你是 這三系的角色的話 你就會有這三系可以切換 當然你必須要收集夠 這個英雄的碎片 那光暗的話 也是可以互相切換 所以說這樣子呢 每一隻角色就會有不一樣的屬性 好 那我們就來簡單看一下 圖鑑 譬如說 這個 這款遊戲的話 你新獲得英雄的話 別忘記在這個圖鑑這邊啟動喔 啟動這邊呢 可以直直直直接接的增加這個經驗值 跟這個攻擊力 跟防禦力 這個的話 有點類似這個 神域奇兵喔 神域奇兵的話 我們在將角色升接到一定的這個階級的時候呢 我們會這個提升經驗值 然後 提升這個叫做圖鑑等級吧 然後可以獲得一些這個 全體屬性的這個增加 那這款遊戲的話也是一樣喔 升階英雄升星 還有這個獲得新英雄這邊 都會 提升這個整體的這個 怎麼講呢 就是角色的這個攻擊力 防禦力 有的沒有的屬性喔 那麼來看 譬如說他是屬於三系的 他就會有不同的屬性 像這個是冰冰的這個女巫 火的女巫 跟這個自然的這個女巫 同時呢 這邊的話呢 他有這個名字跟這個名稱 那名稱是固定的 但是名字會不一樣喔 所以有的時候 這個玩家 就是 就是說到時候再提 一些角色的名稱 譬如說法琳娜 然後呢 你就找不到他的名字 別忘記這個切換 那如果說直接找 直接寫下面的 下面的這個稱號的話 可能會比較好認一點喔 因為畢竟稱號是固定的嘛 譬如說這個 解析卡叫無畏之輔 暗的這個解析卡 他叫 亞曼達 阿曼達 那但是呢 他還是叫無畏之輔 所以說我們稱呼角色 或許叫稱號會比較好記一點喔 不然的話 不同的屬性會有不同的名字 像這個 奇童叫做 春炫女神 然後呢 黑暗的話 也是叫春炫女神 但是名字就變成叫 艾拉了 那技能也是完全不一樣喔 譬如說 新手推薦的 等一下喔 新手推薦的坦克 然後這個 戰爭鐵 那這隻推薦的話是推薦這個 這個自然的 這個歐瑞斯 他是紫色的角色對敵方全體會造成傷害然後有纏繞目標 所以說這個有坦 然後也有控場 那這個再來是被動技能 然後跟這個自然陷阱 跟這個 迅劫迷蹤 好那角色推薦的部分呢 我們就先簡單提一下幾隻推薦的角色 首先第一隻是剛剛提到這個坦克歐瑞斯喔 他是史詩級的角色 所以說比較好獲得 然後呢 另外一隻是這一個 薩魯曼 薩魯曼 魔劍那個薩魯曼喔 那這隻角色的話呢 他有這一個 這個什麼 有攻擊 然後也有這個 給敵方上這個負面狀態 好那至於說這一個 攻擊型的角色呢 第一個 是我們這個 金國女將 沒有 然後呢 他是屬於群傷的角色 那這個在前期的話可以對隊伍有 有提供這個非常有效的幫助 好第二個 是米迦的大天使 感覺光暗的角色很難抽對不對 但是沒關係喔 他是屬於這個新手的角色 登陸七天會送 然後這個 一開始也會送 所以說呢 這個這隻角色的話算是一開始好賠呀 那這隻角色的話 他的技能是非常的多 首先是大招 恢復生命值 然後並且有機會 進化負面狀態 這一款遊戲的話 因為是回合制 所以說如何 去給對方負面狀態 跟親對 這個負面狀態非常重要 像後期有些Boss 他會 讓你燃燒持續扣血 那每一回合呢 當他施加這個燃燒的時候 他會去疊加那個傷害 所以說如果說你不把這一個 這種持續扣血的負面狀態清掉的話 這個傷害是非常可怕的喔 所以說像這樣子呢 有攻擊又能夠 這個有輔助 清負面狀態的角色就非常重要 好然後呢 這個是 又可以復活 所有的這個死亡的對手 這個非常的強悍 好然後呢 這一個是 神器的技能喔 50%機率 然後他會進化自身隨機的控制狀態 也是很強啊 然後再來就是提升 呃 隊友的這個控制抵抗 控制抵抗的話 在劍遠征我們可以理解為是 韌性 這個樣子 好所以說呢 這個是 也是推薦的角色 推薦完四隻角色之後呢 最後一隻角色是這個 李 熊貓武僧啊 那這一隻角色的話呢 他有很好的輔助 另外他也可以這個 增加敵方的這個傷害 傷害加深 有這個深傷的效果 所以說呢 這隻角色的話 對整體隊友來說 非常好搭配喔 那我們看看他開了神器 回合結束之後呢 對我方全體有30%進化 全部負面效果 好那我剛剛有提到 因為他是回合制的遊戲 所以說 你給對方上這個 Debuff 跟這個我方清這個 Debuff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這個 算式技巧 那這個你打到第七關的最後 最後一個小關 最後一個boss關的時候呢 boss會給我方上這個燃燒狀態 像這個不清掉的話呢 你會越燒越痛 乃不回來的話 血少的角色就直接掛掉了 那另外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個 第四招 第四招呢 這邊就是直接 也是被動技能 戰鬥開始的時候 敵方就會直接處於這個 永久虛弱 虛弱的話呢 就是 這個傷害會加深 這個樣子 那所以說呢 這個傷害加深的話 除了這個 你剛剛搭配那個美馬 打全體的這個角色 攻擊力會提升之外呢 在打高傷 每一款放置英雄的遊戲 都會有這種打高傷的活動 不論是公會boss啊 或是這種世界王的機制 傷害越高獎勵越多 所以說像是李啊 這種傷害加深的角色 就非常的好用 尤其是他還有這個 輕負面效果 但是呢 遊戲中有可以被輕的負面效果 也有不能被輕的 像李的這一招 這個永久虛弱就不能被輕 那不知道說到了後期 會不會有越來越多的負面狀況 不能被輕 這樣就麻煩了 但不管怎麼樣呢 這個能夠進化負面效果 還是有用 因為大部分的 這種負面效果 都還是可以輕掉的 首先我們先把這個 這個可以輸入的對話碼 給輸入一下吧 在左下方這邊有個 HE777 但是現在你還不能輸入 你要先過第三章 可以獲得20抽 我們先輸入這個官方給我們的對話碼 SYQB 666 這一個 先獲得一個簡單的資源 然後呢我們看一下 預約獎勵有沒有 哇 好棒喔 開場就直接有煤了 剛剛有介紹 煤是打群體的英雄 然後有問卷調查 這個問卷調查的話 鑽死500 不如小補 大家去領一下 那我們就先獲得英雄 那我們獲得英雄的時候他不是在背包這個地方打開喔 他是從圖鑑這個地方喔 我們看一下喔 英雄這個地方直接啟動了 好美號是有這個強大的輸出角色 然後這個希爾維亞 希爾維亞的話我覺得不再推薦清單喔 不過一開始的話也沒什麼選擇 反正藍色先不用 然後我們先用這個 金色跟這個紫色的 好 我們就直接開打 那至於說角色升級的話我們點英雄 然後譬如說這個梅 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升級然後點一鍵穿戴 穿裝備 這個大家都應該 大家都應該很熟悉喔 前面幾張的話真的是只要這個放置 英雄升級上去就可以推過了 好那我們就把角色換下來 然後隨便放上幾隻角色 這個樣子OK GO 現在還沒有三倍數 要這個 過第二張才會有三倍數 這樣子 官方預約其實送的英雄都是 都是有挑過的 像這個 等一下 可以這個抽卡的時候呢 馬上就會抽到這個米加樂喔 龍銀八方 這個非常好用 在清小兵啊 清群體啊 這個是 怎麼講前期 你可以把 煤當作是一個主書出手 好那這邊我們直接跳到一隻死關喔 然後左上方這個地方呢 第一次更名的話 不用花鑽石喔 我們就先改喔 那我的名字就直接叫做阿天吧 好這個樣子 設好了 那如果說要再改名的話 就要花200鑽石喔 好那目前呢 我的這個戰力是15k 然後進度是在一隻死 好那我們就看一下 一隻死的話 這應該是boss關喔 好boss關 好來看一下boss 那另外呢 右下方這個地方 我方陣營光環喔 上同陣營的3名 4名 5名 然後 3加2都會有不一樣的 這一個buff 那這款遊戲的話 他就沒有什麼光暗 特別的這個效果 因為這個角色可以切換 所以說也不是說 光暗就特別強這樣子 所以說這個同陣營 真的至少要上到3個 才會啟動這個光環喔 好那我們就直接打這個boss吧 好這邊簡單說明一下這個boss的敘述 傷害反彈 但是呢前期不用擔心喔 前幾關的話就是讓你熟悉一下這個 這個回合制的遊戲 還有一些英雄角色的這個特性 所以說呢只要等級上去就過關了喔 這個不用擔心 所以角色攻擊一次是增加50%的這個能量值喔 好提升了 這樣子 1之10過關了 接下來是第2章 刀鋒3 這樣子 巨型術金打倒了 我們現在是要去沼澤 一探究竟 領取破關獎勵喔 這邊 10抽喔 OK我們來看一下 終於獲得10抽了 這個地方 進行20幾次召喚之後必得傳說英雄 那29次就是29加130次嘛 剛剛 第一次的這個首抽 所以說呢這個遊戲的話也是一樣喔 30抽保底 好然後我們來召喚個10抽喔 哎呦有金色的光芒喔 安德里斯 這是藍色的 這也是藍色的 肥料卡但是很重要喔 因為他要幫我們拉這個 這個角色的這個等級喔 然後巴黎亞他是屬於紫卡 康尼 巴頓 金色的角色 是誰勒 看一下喔 他是誰 什麼 凱恩 我們獲得 不同稱號的不同陣營英雄 這邊可以切換 在剛剛有提到 你可以看這個不同陣營的這個英雄的技能 有沒有符合你的這個角色 然後巴黎亞是紫色的角色 那我們就先用吧 穿上去 我們剛剛抽到一個金色的角色 蘭德爾 怒濤船長 好不好用 我們來看一下 大招 使用拜爾奇亞鎮宇的水手刀 創作出一片尼斯海域 降低護甲 召喚出巨大的這個幽靈船 不錯喔 然後造成傷害暈眩目標 我覺得這也不錯啊 普通攻擊會附加怒濤 那個普通攻擊會優先帶有怒濤的這個 這個對象 然後會急於目標 我覺得他有一定的控場 怒濤死亡 怒濤標記 對象死亡之後 他會 召喚幽靈船 但是要對方死亡 可能 到後面 到後面敵人 不好不好死亡吧 被動技能 會降低護甲 所以這個也是值得測試一下 所以說這樣看起來 首抽的話 英雄不一定喔 因為我在 國際服玩的時候 我首抽的英雄是送 那個米加勒 但是呢 怎麼現在正式服啊 我玩的時候 這個首抽是送這個蘭德爾 但沒關係 有角色我們就用 尤其他是金色的角色 我們先升一下 哎唷 莫甘娜 莫甘娜 這個也是新的角色 我獲得了暗系 光系還沒獲得喔 所以說並不是說 我獲得一隻角色之後呢 他的所有系就直接獲得 還是要慢慢抽 大招 哎唷 這個是屬於這個也是群傷的角色 附加腳械 腳械應該就是 不能 封印其被動吧 就這個東西喔 然後呢 這個極境詛咒 釋放靜置反擊 靜置反擊是 不讓你反擊嗎 所以說有些角色 他是會 他是可以不斷反擊的 金色的角色 我們就給他升一下吧 應該說傳說級的角色 這樣子 有一個基本的屬性了 然後別忘記 圖鑑也開一下 增加這個 全英雄的屬性喔 什麼攻擊啊 防禦力啊 之類的 這樣子 又提升了 又增加一點攻擊力了 然後剛剛肥料角色也有 好今天都有喔 好圖鑑提升 然後右下方還有英雄星圖 這個地方 好有故事 這個敘述內容 然後點下去呢 可以獲得一些免費的鑽石 好 那我們再繼續吧 我們再繼續打 二次一開始 因為這個 遊戲就是這個樣子嘛 你必須要先過主線 然後呢 他才會把一些機制慢慢的開啟 那越早開啟那些機制的話呢 你可以越早獲得資源喔 像是什麼 遠征啊 遺跡啊 之類的 這些都是隨著主線進度而開放 所以說呢 開啟的話 先不用想太多 趕快推主線 趕快把家園的這個 這個建築物開啟 你才可以早點多獲得一些資源 比別人更快升級喔 好我們解鎖了小金礦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家園系統 家園系統 哇很多可以建造 有些是要花鑽石 有些是要花 這個經驗值 還有一些是要花這個競技場的這個 這個壁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小金礦 他會持續產出金幣 有沒有這個放置英雄的這個位呢 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呢 我們點選一下 喔還可以這個升級 要不要加速呢 加速要花鑽石 我覺得 我覺得不用花了 5分鐘而已 這個遊戲不是那個 真寧佛羅佩茲 你怎麼打我的村莊呢 他不是那個升級型的那樣子的遊戲 所以說我覺得 我覺得可以慢慢升就好了 因為那個 其實 角色的這個 這個家園的這個裝置 他的升級是會跟你的主線有關係 所以說他並不會說 我必須要一直加速升級 然後有一堆東西都在升級 不需要 他這個只是一個建築物而已 所以呢我們在可以這個 建造家園的時候 我們趕快把這些 可以持續產出資源的東西放上來 那另外呢地上屋也可以移除 像這些樹啊 如果說擋住你的 擋住你的這個擺放空間的話 你可以把它移掉 當然呢在這個 在這個建造家園 建成這個地方 你也可以把一些什麼 有的沒有的東西 這個田園風車 但是我沒有啊 你要 你也可以獲得 透過一些活動去獲得一些這些東西 然後這種小東西 他可以用鑽石買 當然這些不影響 這個家園的這個機制喔 好那我們來建一些這個主要的東西 最重要是這個資源 像這個400鑽石 絕對划算 像這些東西都是一定要買的 這種都是永久的 而且會持續的產出資源 怎麼能不買呢 產出大量的金幣 有沒有大金礦 蓋了蓋了蓋了 這些都是一定要蓋的 然後就是上線的時候 就進來點一下 好同時可以有兩個層一起升級這樣子 好我們就慢慢等吧 如果是念級的話 你可以花鑽石加速啦 好這邊 這邊有人在走路的時候 偶爾會彈出一些訊息 像這邊有一個 禮物怕怕 但是呢現在還不能領取 所以說我們就繼續推主線吧 好那我們就繼續推主線了 那在推主線之前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說有的沒有的東西 首先是這個城裝挑戰 這個新手放置遊戲的話 新手登錄的話 總是會有一些 算是新手禮跟新手的活動 像這個登錄大禮 好 第二天就會送這個剛剛提到這個米加勒 有攻擊 有回復 有輕負面狀態 還可以這個 怎麼講呢 就是低於 30%對他生命的時候 會復活所有 所有死亡的這個隊友 所以說這個非常強 而且呢 他並不是說只能觸發一次喔 10回合內只能觸發一次 所以說這個第11回合又可以再觸發 不過 回合數也差不多快到了 因為這個 回合制的話還是有總回合數的限制喔 好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第7天 自選傳說英雄 也是不錯看你要養什麼樣的角色 是我的話我應該會繼續選這個米加勒吧 然後呢再來是這個商會 商會就是跟課金有關係的 有月卡 月卡的話就是 這個鑽石 然後還有這個經驗值 或是祈禱壁 祈禱壁的話是類似劍遠征的這個 占星抽喔 所以說 這一個高級月卡的話算是還蠻划算的 一般來說遊戲的這個 這個CP是最高的都是月卡 好再來是這個騎士特權 騎士特權的話 遊戲慢慢玩都會獲得 這個就跟一般的放置遊戲一樣 那這個特權的話 就是所謂的這個VIP 那VIP的話應該就是 1塊台幣2點積分吧 這個 這個還沒有很確定 等一下我們課金再看看 好 然後呢每日禮包 這邊 你每天都可以領一下 每週 每月 這好像是固定的 每月好像沒有免費的 但是我覺得 比較值得買的應該是新手優惠 然後是雙月卡之類的 勇士令 這個也是有 勇士令的話 像這種也是CP值比較高 那這個開局的話有勇士令的話 就會比較好獲得一些這個角色 基金的話其實也算是CP值蠻高的 因為這個也就是 過主線關卡 領一次 這個樣子 好這是15倍返還 價值是490塊台幣 那至於說這個鑽石禮包的話 應該就CP值沒那麼高了 好然後呢再來是看活動 現在的活動 守三 守三位守破 森林守衛 這什麼東西啊 守破玩家 喔 哇哇哇我這趕得上嗎 陣容設定 130級 我應該直接被秒吧 就是拼充等 這個我覺得 就給課金大腦去拼吧 哎呀這個沒辦法 敵方130級我方至少也要130級吧 他們都是綠的 所以我就要把陣營改成全部都是火系 如果是3系的話你看 你如果說 這樣子又有支援 對不對 如果說對方都是 這個森林的角色的話 我們上全部都是火 他們打我們少25%傷害 然後我們打他多25%傷害 你看多好 全服共享 三人守破之後可以領取 也是不錯啊 只能挑戰5次是不是 那我先不要挑戰 還有七日目標 第七天又是送米家樂 所以說我們就是先選米家樂 他又好身心 然後又是推薦使用的角色 遠征衛隊 就是剛剛那個活動 然後簽到 簽到 簽到是送這個角色 這個金色的碎片 盧卡斯 精彩活動 極夜輪盤 這什麼東西啊 極夜輪盤 每日首次儲值 任意金額 任意金額可以轉動一次 使用帶金券 這也有帶金券 所以說這個是 這個現在的活動 現在有這麼多活動 然後英雄衝刺 這個的話 免費角色 提升金國女將的這個新等 然後會解鎖珍惜禮包 剛剛那個 這個怎麼講呢 就是預約禮已經送了一個嘛 所以說當你升到2等的話 你可以就是獲得 這些東西 這邊 然後6等的話 可以再花5000鑽 買他的這個碎片 召喚 召喚就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把它射到心願清單 再來我們看還有什麼活動 召喚大師 這個是 看誰抽的多啦 有人抽500多次 太猛了 太猛了 好 那首次加值 是送這個米迦樂 這個就是 看你要 除30塊也可以 你看 不知不覺 這個獎勵已經產生了 祈願 祈願之詞 剛剛有看到嗎 高級月卡每天會送一個這個幣 我們看我們想要什麼東西 藍圖好了 建造家園 我們就來祈禱一次 一次能量加5 普通一抽 不錯不錯不錯 我們累積10抽再來抽吧 看一下 設定召喚英雄 我們要進行64召喚才可以開啟 心願英雄 好沒關係我們就繼續玩 反正編完 這個遊戲就會隨著主線送你很多這個召喚的次數了 好那我們就繼續推主線吧 這邊可以領一領 有沒有 過主線就會獲得這個 這個VIP經驗的 騎士積分 所以說你只要主線的往後推 不課金也會提升這個 你的那個什麼 騎士的等級 好那我們就繼續推圖吧 好然後呢 惡之石解鎖遠征 遠征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機制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說遊戲的相關機制呢 都是在這個家園的建築物 所以說呢 家園的建築物 慢慢的隨著主線進入 開的越多 你可以參加的這個機制 獲得資源的管道也會越豐富 那 他不像是 一般的放置遊戲 他可能是一些機制 是放在大地圖 所以他就是把機制 整合到的這個家園裡面去 好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然後這個遠征這個地方 這邊好像並沒有升級 有些東西可以升級 像這個地方 市場 市場的話 其實就是 商店 商店的話 一般我們玩放置英雄的話 放置手遊的話 他是隨著主線進度 自己 商店他就會開始慢慢提 增加一些比較高階的這個物品 但是在這邊呢 他就是把它變成是說 你要升級才可以 但是升級又會綁主線進度 所以意思也是一樣 但是只是說這樣子比較有這種 魔尼家園的感覺 好 那遠征呢 就是 初期 獲得資源很重要的一個來源 好那麼來看遠征商店 遠征商店的話呢 我會覺得 我現在覺得 這個坦克不錯 雅力克斯 雅力克斯 他有分 光光暗 光光暗的話呢 其實我覺得都是不錯的坦克 一個是說 連結己方全體 共同承受傷害 那如果是暗系的話呢 是全體會獲得護盾 持續三回合是他的這個血量 所以呢 我覺得都還蠻好用的這樣子 那另外呢 這個其他的角色的話 像是這個 這個冰法 冰法的話 我也覺得不錯 雖然他是紫色的 但是 你要先升星上去 等級才會上去 好 那我們來玩一下這個 這個遠征 不過呢 他是 兩天重置一次 所以說你也不用急著玩 因為這個遠征的話 他也是一樣 如果說這個角色死掉的話 他就不會再復活了 除非呢 你使用這個什麼復活道具這邊 有這個奶酪 或者是這個高級奶酪 那這個的話呢 就是直接每日任務 週任務呢 都會獲得 可是呢這個數量有限 所以說呢 我會覺得說 你先把等級提升一下 反正這個遠征開啟之後呢 敵人的等級就不會變了 你就把等級提升之後 你再來打 或是說 獲得一些這個續航力的這個角色 再來打 可能會好一點 所以遠征我們就先不打 那遠征的這個機制就是這個樣子 你打了之後呢 就打完這一次之後呢 他會有不同的路線 那我的建議的話就是 能夠打敵人就打敵人 因為打敵人之後呢 他會獲得一些資源 同時會獲得一些這個buff 這個跟 我們玩的這個放置的所有都差不多 這個樣子 所以呢能打敵人就打敵人 這樣子你 你到後面的這個 關卡會比較好打一些 好那我們再繼續推主線吧 現在目前已經二隻11張了 然後剛剛也 有獲得一些這個經驗資源 所以說呢 我們可以升滿多級了 看一下喔 280K 你看 現在這個地方 喔 直接升好多級了 然後裝備裝備一下 這個前期 不用損太多 等級升上去 裝備提升一下 就過了嘛 對不對 誰說女子 不如難 欸 這一個 好那我們再繼續推圖吧 這是第2張的這個boss 那我們來看一下右上方 右上方這個地方呢 你可以看到 即時敵我雙方的這個增益跟減益的效果 譬如說目前的這個 煤的這個增益效果就是 破級提升 然後這一個是 boss的效果 怒掏降低護甲 好所以說呢 這個是回合制 剛剛在前面我有提到說 這一個buff啊 什麼什麼清掉那些 什麼狀態都很重要 所以說你可以 隨時注意一下右上方啊 然後也可以 藉由右上方的這些狀態 還有每一回合會出現的這個 招式來訂製一些新的這個策略喔 好那這樣子2-15就已經過關了 然後又會再解鎖一些新的東西喔 好現在到第3張後 秘境與靈 OK市場可以升級了 太好了那個到時候又會有解鎖新的商品 要加速嗎 現在好像還不需要加速喔 那這邊的話呢 像我覺得這一個 這個就是看到就直接買 為什麼呢 因為遊戲是3000 3000鑽石10抽 所以說一顆召喚池是這個 價值300鑽石 那你在這個商店買的就是直接打了這個 6-5折 所以我覺得這種高級召喚池看到就直接買 那普通的話我覺得就沒有什麼必要買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這個 有看到這個高級召喚池 我覺得就直接把它買下來 好然後呢 其他商店的話 你遊戲完整完整的這些資源都會有了這樣子 好那我們再看一下 唉唷 跑出什麼東西來 這個是一個隨機的活動吧 他說戰勝我或是答對我的問題可以獲得一份獎勵 好我們再回答問題吧 哪位有三方手裡劍這個神器 哇糟糕 等一下喔 三方手裡劍這個神器 銳佐代曆 那我不要回答問題了齁 我直接打你好了 進行戰鬥 喔12級 我應該打得贏喔 OK 好開打 不是很確定喔 三方手裡劍感覺上是 日本人者的這個神器喔 但是剛剛那個元氏是武士喔 可能要再找一下 算了這個是 隨機出現的這個活動 我覺得安全一點喔 獎勵應該是不錯啦 有沒有開城有個沒多好用齁 這個全體 打群體的傷害又高 喔 過關了 然後就是 有普通召喚兩抽喔 好那我們過關之後呢 我們先領一下這個任務吧 通關獎勵 行不行 騎士等級提升了 VIP VIP那個等級提升了 然後我們召喚一下 好一開始的話 普通召喚 這個是還沒有湊足10次喔 湊足10次我們再抽吧 那我現在是 第三章 可以用嗎 冒險 通關冒險第3章 還沒有通過第3章喔 所以說我還要再繼續推一下 好那我們再繼續推吧 推之前呢 還是一樣 升升級 這個樣子 升級升一升就可以過了 然後裝備也穿上去 船長 大海無量 好升上去了 OK那我們再繼續 繼續推圖喔 為了部落 部落已經解鎖了 部落就是工會的意思喔 我們看左下方 這邊 好多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就建立一個工會吧 選擇一個勳裝 勳章的話 牛牛 都可以吧 牛牛 公牛隊 選擇什麼 龍喔 老鷹 皇冠 還有這什麼 楓葉是不是 我們就選擇一個牛牛好了 部落名稱 部落名稱 我們要叫什麼 神域遠征 神域跟遠征我都有玩嗎對不對 神域 然後跟那個劍遠征 就叫做神域遠征吧 神域遠征 軒元 我是 我是YT 阿天 就這個樣子 允許任何人加入 好不好 200建立 200鑽石 好便宜喔 千道 千道可以獲得 哇 千道就有原初的寶石 這麼好 還有透過部落戰 然後這個勳章 10k金幣 歡迎歡迎歡迎 其實不貴 有一些 有些遊戲要建立這個工會 要花好多的資源 那這款遊戲的話 只要200鑽石而已 秘境探險 這是什麼東西呢 我們來看一下 與部落成員共同探索這片神奇的土地 然後有三種難度 這個樣子 哇這什麼東西啊 金牛角敵人比較強嘛對不對 然後這一個 一天可以挑戰5次 然後有探險寶藏 探險排名 探險值150 我現在探險值是0是不是 然後這個就是全工會一起打 然後慢慢的解鎖迷霧 然後看看 這個哪一個工會的這個分數比較高 所以這個就是把敵人打 就是打倒了 然後這邊的迷霧就會解鎖 然後再繼續往下一格這樣子 好然後呢 我們再來看 部落狩獵 熟悉的打工會王來了 今日狩獵技巧 剛剛 剛剛看太快了 就這樣子 目前排名未上榜 我們來看一下 要成功把這個 這個boss幹掉 但是如果說沒有擊敗boss的話 獎勵會受到影響 可是應該還是有獎勵啦 好我們就先用這個爛爛的陣容來打打看 可以跳過嗎 我非常需要跳過 可以一鍵跳過耶 哇讚啦 太好了 好 我先隨便打一場 等到我這個這個升上去之後我再來打 目前排名第一名 對啊廢話 因為現在現在只有我一個人嘛 然後這樣子 左上方有這個boss的一些狀態 我方本源陣營 本源是什麼 然後英雄攻擊力永久提升 哇 才一瞬間 這個人數就已經快滿了 不過這個 新遊戲剛開都是這個樣子 大家就是 看到有空位就直接加進去了 但是我會持續玩下去 所以這個不用擔心 另外我現在已經過到3.15 就已經開了競技場了 所以說開競技場也是一樣 老樣子 我們要把這個建築給放上去 哇這個地方已經滿了 但這個地方夠不夠 競技場的話我把它放到邊邊好了 因為我這個比較 比較沒有在玩競技 看一下 就是解個日常任務這樣 因為這個 要拼大佬的話也很困難 好啦 放在左下方好了 然後競技場 那競技場的話 他也是只有一個等級而已 然後進去 有單人跟巔峰 但是巔峰的話要過到10之10關才會解鎖 然後再來是單人的話 那單人的話 我們就先把我們目前最強陣容的角色擺上去吧 坦克 坦克 然後再來一個坦克 然後再來一個梅 然後後面隨便擺個兩隻角色 我喜歡女法 這個樣子 擺上去了 擺上去之後呢 我們來挑戰看看 哇 有人K速這麼高 我才44K 我只能打一些 比自己這個戰鬥力低的 這個樣子 好 這個隊伍也已經先把你射好了 開打 好我們看一下 戰鬥開始了 右上方 這是我們的這個狀態 哎呀 騎士特權要到三級才可以解鎖競技場跳過功能 3級我現在已經是 我現在是1級還是2級 因為那個你推主線進度就會獲得這個VIP的這個經驗 來看一下 我現在是特權 1 領取這個大禮包領一下 所以呢 2級3級3級的話 這裡 開啟競技場跳過 然後再來 4級 一劍派遣 然後5級 戰鬥4倍數 一世界挑戰 這個樣子 我覺得 我覺得應該 3級的話 可能 可能一個禮拜吧 一個禮拜應該可以到3級 看你的主線進度的那個順序 但是無刻的話 我覺得無刻 騎士特權5級 應該 也不會太困難 大概 我覺得可能一個月吧 一個月的時間 那如果說你克進的話 當然是會快一點 然後呢 這個基金也可以領喔 無刻 無刻就是 有什麼 領什麼 好所以這是競技場的部分 然後我們再繼續推關了 因為推過了這個 第三章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領這個 哇 20抽 看一下 召喚 還沒有緣 真的話我晚一點再打 因為我想要把我的這個角色 令高一點再打 會比較簡單一點 好那我們再繼續推主線吧 看看能不能夠順利把第3章推完 先領個20抽來錄一個這個20抽 還不能跳過 你要過到第4章才能跳過 或是騎士特權2 沒關係 我們先無刻簡單玩一下 反正 前面的關卡還蠻簡單的 有沒有 這個梅 他的大招傷害力非常強 然後後面這些也是 這個法師 打群體的 這樣子關卡就過去了 前面不會太難了 但是第3章的boss會有點難 等我們打他再說吧 好到第3章呢 稍微卡一下 但是沒關係 我們可以再把角色升級一下 其實這個經驗值獲得還蠻快的 好那我們就先把這個 角色的這個 怎麼講 就是等級呀 然後裝備給提升一下 譬如說這個樣子 我把這個後排法師等級也先拉上去 不然的話他一開桶就被秒掉也是很尷尬 好升級一下 至少先拉到個 好差不多差不多40級 哇 他拉的比 他拉太高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裝備必須要是藍色 以上的品質才可以強化 那他這個強化到5級之後呢 他會多一個屬性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初級之靴 然後 這個 他也有裝備一個這個藍色的這個靴子 那我們先強化到5級吧 他說強化到5會解鎖一條新的附加屬性 好控制抵抗 這個 控制抵抗2% 強化跟升級完之後呢我們再繼續挑戰BOSS 好這一個BOSS 3-20的BOSS妙阿花 好 他說每損失20%生命值會恢復100點能量 就是馬上會開大 哇他給我們什麼詛咒阿 沒關係我們看右上方就知道了 這什麼東西 控制狀態目標不能死放技能 好 然後對方是這個地方 紅色是屬於負面的吧 攻擊力降低 破擊也是降低 OK 那我的角色 都會上很多debuff 哎唷唷 痛啊痛啊 打不打得贏啊 糟糕糟糕 掛了一個 但是沒關係 我原先沒有升級的話 第一回合我就直接掛掉了 好這是破擊 哎呀糟糕 行不行啊 可能 啊 還差一點點 好看來我還要再想辦法提升一些東西喔 好所以說這是三隻二死喔 哇糟糕 那我要升什麼角色呢 莫甘娜 希露威 其實 沒關係 喔 那我們去打一下遠征獲得一些資源吧 好我們來進來遠征喔 好遠征這個地方呢 我剛剛有說嘛就是多打敵人喔 所以我現在走右邊好了 好來看一下喔 敵人30級應該打得贏吧 好這是我目前的陣容喔 我目前戰鬥已經三倍數了齁 破關遠征第二層之後可以跳過遠征戰鬥 我現在是第一次打嘛所以還不能跳過戰鬥 但是我現在角色OK清清鬆鬆的齁 好這邊有一些資源還有這個遠征的幣 可以到時候可以在商店換東西 過關有沒有可以獲得這個黑旗buff buff的話我覺得就先選攻擊力吧 這個 然後呢這邊有個商店 商店的話因為是需要用鑽石買東西 所以我不走 我還是先去打小敵人喔 打敵人獲得buff這個樣子 免得到了第二層之後敵人變太難了 這個船一次就把人家幹掉了 又有buff了 弱點 全體英雄破甲等級加50 好像蠻厲害的喔 這樣子 好繼續選擇打敵人 普通的海盜 對我們把這遠征打完之後呢 應該又可以再提升一些自己的實力喔 我們還有公會boss可以打 公會boss也是獲得這個裝備的來源喔 好這個地方我們就快速快速過去喔 戰士破甲法師暴擊破甲好多喔 這是屬於職業的這個buff 好那我們這邊先跳過後直接先到第二層喔 到了第二層喔然後來看一下我的這個黑旗的buff 我打了很多敵人喔 所以你看我的這個buff很多 很多應該都是可以疊加的吧 譬如說 破甲等級我就加了一大堆喔 然後英雄速度也加了很多喔 好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個是海盜船長 這個是boss的吧對不對 好我們就直接戰鬥囉 好我現在應該是有很多 很多buff了對不對 傷害應該蠻強的 等到我的這個煤開大招之後呢 滿了滿了不要再打我煤了 有沒有 清怪很快 獲勝了 這是我的第一次遠真過關然後也獲得了很多裝備 好他沒有三層喔 兩層而已喔 所以下一次的話我們就應該可以跳過戰鬥了吧 好所以說獲得這些資源呢 我們再去強化一下角色喔 什麼裝備給他裝備上去 這個樣子 然後剛剛這個鞋子 有沒有 還記不記得我們剛剛把這個莫甘娜的鞋子加5 他多了控制抵抗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把這個 這個冰法他的鞋子加到5會變什麼樣子喔 他是速度加20喔 所以說一樣的裝備 強化到5加的這個屬性會是不一樣喔 好那可是呢我現在這個升級的材料不夠了 我們升一下 這樣子再給他裝備一下 至少有穿個衣服 好然後呢我們打遠真也獲得了很多很多這個經驗值喔 OK升一下 這個升級是最實在的 這個屬性直接加 如果說這樣子還不夠呢 我們還有部落對不對 部落的boss也可以打 這個部落狩獵這個地方 好隨便摸一下 反正這可以跳過戰鬥 輕鬆啦 這個應該是有掉裝備吧 抱歉沒有掉裝備 只有掉經驗值 好然後呢我看一下 哇這一個 這個 這個人數已經買了 16人 所以我覺得 大家也不用排隊了 因為現在的話大家就是先隨便玩 先不用進工會啦 不是不用進工會 先不用進我的工會啦 反正這個慢慢玩 然後我自然會 把一些這個 沒有上界的慢慢淘汰掉 我覺得現在剛開始 加入哪一個工會都差不多 等到玩到部落戰的時候呢 再開始考慮加入一些 比較有在認真經營的工會吧 好那目前為止 大家還是先 先努力的這個 推主線 然後 開家園的這個建築物 這是第一個 要做的事情 因為就算你要玩這個 比較多人的機制啊 也是會卡你的這個主線進度喔 好我的這個等級升上去了 然後裝備也裝上去之後呢 傷害高很多 哇 人還是死掉 但是 有沒有機會 呃 拜託撐住 沒加油啊 沒加油啊 大招阿水啦 好過關了過關了 好勉強齁 好祈願之石可以升級到惡星 然後這是第3章過關了 瘟疫 蛇蛇 這個樣子 這是我的妙娃花 哇 BOSS越來越難了 好無盡著樂原石已經解鎖了 這是什麼東西呢 我們來看一下 他是可以裝備在右下方的這個地方 然後每一個原石會有不一樣的屬性 你可以把它當作是神器吧對不對 那這個的話 他是造成傷害會讓目標燃燒 持續回合 那我們就給攻擊的角色吧 我就給煤吧 因為煤是打群體嘛 如果大家都燒起來的話應該不錯 好那我就決定給這個煤囉 所以說這個我們就獲得了第1個 這個是屬於 這什麼東西啊 是神器嗎 不對神器應該是左下方這個東西 好那所以說我們就先玩到這個 這個過第三章 然後 這個新 其他新的東西呢 我們在邊玩邊錄 不然這影片太長了 然後過了第3章呢 我們先輸入一下這個兌換碼 H1 那影片就在這個最後的這個20抽結束吧 好獲得20抽了 好然後呢 我們下次再說 來20抽看看會給我什麼樣的英雄 目前還不能使用心願一球 所以我們就看看 運氣是如何吧 10抽 有沒有 好像有金色的 奧古都斯 讚啦 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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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用的坦克 這樣子 好再來 夜位的坦克 好 再來有沒有金色 好像又有金色 這是不是金色啊 而且是 而且是暗性的莫甘娜 我本來就是暗性的莫甘娜 好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個地方 可以升星了 升等 升等 這樣子 你要點他的碎片 升等 升等 升等很重要 英雄等級上限會提升喔 你要是沒有辦法升等的話 你等級就只能卡在70級 所以說 升等是非常重要 然後 奧古都斯 這個是坦克 那我來看一下我的這個陣容 我把這一隻換成這個坦克 所以說呢 我們可以把它重置掉 把它重置掉 然後經驗值給奧古都斯 先把衣服脫掉 然後選擇右上方這個地方 重置掉 我要重置他 選擇重置 好 陣容變化了 沒關係 等一下 這個這個 新手的競技場沒有關係 被人打的被人打 重置完之後呢 哇裝備不能裝備喔 我們就按著升級 這個他的大招可以把大家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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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血啊連在一起這一個 共同承受傷害 所以說還不錯喔不論是光毯或是暗毯都很好用喔 好這樣子把它放上來 OK 喔這樣子 4之1了 4之1還不能夠一劍跳過你要過了第4章才可以 這個樣子 好那影片就先介紹到這邊了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我們下次見 掰掰 By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